华联新政府推出的市场加倍券 圆满的落幕了 而为期一个月的活动期间 市场涌入大批的民众排队兑换 那么乡长江东城表示 先是乡民是对此项的活动热烈支持 更为在地市场与摊商注入一股强行征 成功带动市场的经济复苏 为了振兴因地震风灾而低迷的华联消费市场 县政府从8月份起推出市场加倍券活动 鼓励刺激在地消费 活动期间市场买卖交易热络呈现热闹景象 民众排队兑换加倍券的画面 也成为了市场最美的风景 活动开跑后市场客流量也明显增加 销售额也随之上升 谈贩业者相当有感 副理乡长江东城进一步指出 加倍券活动不仅是做推动市场经济的助力 更重要的就是让民众重新认识到传统市场的价值 并鼓励大家到市场消费 加倍券活动圆满落幕 江东城表示不仅是成功激励民众进入市场消费 更为在地市场与摊商注入一股强新增 成功带动市场经济的复苏 记得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